我們兩個都要留在台上 對,那你有九個 那什麼在你? 沒有嗎? 沒有,你兩個貼得一樣的 好,那我們再下一個 好 那我們下一個先 下一個是DDIO的Rentia,DDIO在... 在外面嗎? 喂,喂,嘿,好 嘿,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DDIO 那我今天是代表Rentia來這邊提一個案子 就是想跟大家應該知道我們... 不是明年 今年的那個五月要辦... 居立民要辦Summit 那Rentia在裡面有負責其中一軌 就是我們想要來用Summit的機會 來跟大家聊聊居住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想要來... 當然,然後在場應該有些人沒有聽過Rentia 所以呢,就是Rentia是... 我們在居立民已經很久了 那我們主要是在... 一個是關注城市居住 而且我們希望是從居住者... 觀點為出發的一個... 的一個聊天聚會也是一個開源社群 對,那我們這一次想要在Summit裡面聊的... 我們想要辦一軌90分鐘的Panel 我們想要聊的... 一件事情是一個可負擔的... 一個穩定的租屋呢,我們離他有多遠 那我們用這個題目來想跟大家聊的是... 因為我們不想要只是聊居住的問題 因為對Rentia來說很重要的是... 大家有沒有動手一起去實踐 然後參與和改變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不只是想要談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是大家聊完這個題目之後... 可以促成更多的行動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大概會想要談幾個面向 就是關於我們離文定住有多遠 這件事情呢,可能可以透過... 至少目前這...我們現在想要這四個 而且是台灣已經有... 實際上有人有團體在做相關的行動 和一些解決方案 我們會想要邀這些的組織來聊天 對,那我們今天要來幹嘛呢? 我們今天是想要來... 徵求一下在我們真的把它寫成一個提案之前 想要來徵求現場大家的意見 如果你是租屋主 或是如果你是覺得... 我們買房子...居住這件事情 不應該只是在講財產投資 我們應該要更重視的是居住權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歡迎來找我們聊天 就是來講講你對於這個題目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 哪些東西應該要談 或者是有些... 哪一些組織是你覺得很棒 在台灣已經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你想要... 看到他們一起來... 三明的這個場合來聊天的 都歡迎來跟我們聊看看 那我們會把這一次的... 大家回饋... 我們會收集大家回饋之後 來看我們的... 比如說要的內容 要的... 組織或者是... 我們想要談的方向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需要... 補整或擴充的 對... 那如果大家還想要知道... Rendia 這幾年有做過哪些事情的話 都歡迎來看... 第一個是我們... 議程有一個討論的共筆 就我們全部的參與都是在... 線上GDP的Stack 然後還有我們有... 每個月的定期小聚 那還有我們... 想要知道我們這五年... 大概做哪些事情的話... 都歡迎來看我們的共筆... 還有我們的民典 那最後就是... 想來找我們的話... 今天可以找我們... 或是可以到... GDPStack的... Rendia的... 這個頻道來找我們... 好的... 那以上就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DDIO